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经文记载在新约的西伯来书十一章十三到十六节 第三处经文记载在旧约的约书雅纪十四章六到十五节 那由我来读请会状来听 那时犹大人来到吉甲见约书雅 有基尼洗足耶弗尼的儿子迦勒对约书雅说 耶和华在加蒂斯巴尼亚指着我与你对神人摩西所说的话 你都知道了 耶和华的仆人摩西从加蒂斯巴尼亚打发我窥探这地 那时我正四十岁 我按着心意回报他 然而同我上去的众弟兄使百姓的心消化 但我专心跟从耶和华我的上帝 当日摩西启示说 你脚所踏之地定要归你和你的子孙永远为业 因为你专心跟从耶和华我的上帝 自从耶和华对摩西说这话的时候 耶和华照他所应许的使我存活这四十五年 期间以色列人在旷野行走 看啊 现今我八十五岁了 我还是强壮 像摩西打发我去的那天一样 无论是征战 是出入 我的力量那时如何 现在还是如何 求你将耶和华那日应许我的这三地给我 那里有亚纳族人 并宽大坚固的城 你也曾听见了 或者耶和华照他所应许的与我同在 我就把他们赶出去 于是约书亚为耶弗尼的儿子迦勒祝福 将西伯伦给他为业 所以西伯伦做了基尼喜族耶弗尼的儿子迦勒的产业 直到今日因为他专心跟从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 西伯伦从前名叫基列亚巴 亚巴是亚纳族中最尊大的人 于是国中太平没有征战了 正道让我们将以下的时间交给汤牧师 题目是面对年老 亲爱的我们中立教会的长职 还有这些主内的弟兄姐妹 大家平安 今天很高兴能够站在中立教会的讲台 今天因为是台南神学院的纪念主日 派我们来到这个地方 我知道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 我就一直想 中立教会跟我有什么关系 中立教会其实是我祖父的教会 我的祖父如果今年还在的话 应该有一百四四四四四四十几岁了 一百四十几岁 在当时他住在中立 是在六合纺织厂那里 六合纺织厂那一片的土地都是我们汤家的 当时我们的田地 听我的父亲说要骑马 要骑马去绕看 可见当时我们唐家在中立的地地区 是相当的有这个 但是我的祖父在那个时代就分家了 分家了以后就分到杨梅的高山顶那一带 我的父亲 我的祖父很特别 他生了三个儿子 三个儿子当时他信主了以后 他就把他儿子推荐去念 现在的淡江中学 以前叫做淡水学校 在那边三个孩子都送到 送到那个马街 他所设立的学校 在那边受了造就以后 其中有两个儿子 就去继续去念台北神学校 就是现在的台湾神学院 我的大伯 还有我的爸爸 这两位 后来都成为传道人 我的大伯呢 后来因为他生了孩子比较多 他说当时当传道人要养活 这一大群的孩子 非常的辛苦 后来他当了传道 十六年了以后 他就不当了 就回到高山顶里面 去牧养 他养了很多很多的养 还有种了很多很多的那个茶园 经营那个农业 我的爸爸继续的牧养教会 牧养过新埔教会 扬眉教会 总共牧养了 在新路中会前后待了四十三年 进城退休 我说这个历史 是跟我们中立教会 是有关联的 因为我祖父的姓祖 带领他的三个孩子 都能够在教会的这个学校 当然我们这些后代呢 都全家归归族 一直到现在 目前继续有当传道人的 就是我的我的子女 汤玉芳牧师 现在还在那个 马街护专里面当校幕 另外 另外就是我的 我的堂侄 叫汤明镜 他也当了传道人 他在进庆会当传道人 也要感谢主 我四十岁 才从学院毕业 三十七岁 社会工作 在社会工作期间 也跟中立教会 也有关联 那时候在家福中心 在桃园家福中心里面 当社工 一直当了有十年的时间 在这个期间 也经常借用我们的中立教会 来办很多的周末营 周末营的活动 这就是我跟中立教会 的这些渊源 今天能够站在这边 是退休以后的第二年 能够站在这里 能够来分享神的话语 我想也相当的 有意义的 今天是台南神学院的纪念组织 我虽然不是台南神学院毕业的 但是神学院却安排我来到这个当中 来报告 有关台南神学院的一些状况 盼望各位也能够继续关心台湾的神学教育 不论台湾神学院台南神学院玉山神学院 我们都需要极度的关心 因为神学院就是一个栽培这些未来的传道人 有人说神学院就是教会的心脏 心脏如果不强的话 这个教会 以后培育出来的传道人 在牧养教会的时候 那当然就会出许多的状况 也恳求主怜悯 虽然人不完全 但是那完全的 圣灵如果来感动的话 我相信每一个 这个上帝所拣选的 这些仆人 都能够在他的刚位上 能够尽忠 台湾神学院历史相当的久了 也有136年的历史 从巴克里牧师来创校 在1876年 一直到现在 当然中间有许多的间断 因为战争的缘故 清朝跟法国战争 还有跟日本战争 那个期间暂时关闭了 关闭 之后很快的就能够恢复 目前的状况 我大概来报告一下 神学院现在全校的老师 专任的有11名 兼任的有24名 专任的专任跟兼任的职员 有24名 还有兼任的这些老师 有60几个 也相当多 目前的学校学生 有218人 实际在校念书的 其中有一些是修学 有些当兵的 除外的 目前在校的有176个 在道学硕士班的 将来训练成为传道人的 有57个 神学硕士班有12个 木番学博士班有8个 还有社工 有关可以训练出来的 教会社工的 有35个 那有那么多的教职员 有那么多的学生 当然就需要经费了 去年的总预算是5800万 实际的收入 实际的收入 却只有 2017万 实际的支出 有2180万 这些收入 就是教会的奉献 另外就是 不管是国内国外的 这些校友们 大家这样的支持奉献 去年度的这些财务 总共不够163万 但是也感谢主了 神还是继续的 在做预备的工作 因为这个学校 已经非常的老旧了 所以很多的设施 很多的建筑 都有 有 漏水 需要修理 这些 所以这些费用 进场的费用 也相当的庞大 感谢主 我们全台湾的 这些教会们 不管 不能是长老会 还有其他的教派 也很多 都为神学院 来奉献 奉献 我们中立教会 在去年度 我看的资料 是总共奉献了 四万三千八百多块 也感谢主 尽我们的心力 尽我们的心力 能够把这个神 所看重的这个神学院 借着教会弟兄姐妹的关心 带导 带导 我相信这个上帝呢 自有他的预备 每一个为这样的事工奉献的 我相信都 神都一一的纪念 只要在有意义的事上 我们付出我们的一些 这些金钱 还有我们的关心带导 我想这些都是神所喜悦的 也是蒙祝福的 我仅代表神学院 来向各位弟兄姐妹 来感谢致意 如果有好的青年 有这样的奉献的 这种心智的 也鼓励 我们的这些 有心于做全职传道人的 来投考神学院 以上 这是有关神学院的报告 接着我们就进入 今天的主题 今天的主题 我们记得三处的圣经 我们来思考一个题目 就是面对年老 也可以说是正面的来看年老的问题 正是年老 一般人说人生的过程 不外乎生老病死 因此变老是一个过程 虽然在座很多是比较年轻的 但是我们要承认 变老这是一个过程 我们大家都需要 直接的面对 有人说 人生的上半场 需要追求成功 不管是学业的成功 事业的成功 各方面的 这个这个这个都要成功 上半场 但人生的下半场 要追求什么 追求意义 只要你做有意义的事情 神就喜悦 在你一生的过程当中 你就觉得非常满意 德国学者卡丽尼说 年老若不了解年老的意义 老人就会在 就会怎么样 就会嫉妒少年人的少年 批评少年人 拒绝新的事物 美化所有老旧的事物 在世界的各民族当中 老人通常是什么 通常都是信仰 宗教 与这个伦理道德的守护者 各世界的各民族 你仔细地去观察的话 有关于这个宗教信仰 信仰 这番问题 还有有关伦理道德 法律制度规则原则 这些的 都是老年人的守 老年人是这两方面的守护者 因为有这样子 有了这个信仰 有这个伦理 有这个道德 有法律 可以使人认真的生活 可以活出生命的丰盛与精彩 在少年的时代 如果没有认真的态度来生活的 到了年老 一定是没有办法来过有意义的退休生活 因为他们留下了许多空白的记忆 到他年老 他回想过去 当他跟他的孙子 跟儿子 或者是其他朋友 在分享过去的时候 他觉得好像没有什么好 因为他的人生 在年少的时候 都留了许多的空白 心理学家荣格说 这些人会带着许多的不满 进入老年 他们的个性想法 会变成非常的古怪 对金钱非常的吝啬 很容易生气 反社会反权威 若是没有及时的悔改的话 到他老的时候 没有这样及时的觉悟悔改的话 他到老一生一定是非常的忧郁 年老的第一个任务 就是要有智慧 刚才我们读了 立位记十九章三十二节 在白法人的面前 你要站起来 也要尊敬他 又要敬畏耶和华 你的上帝 这一段的经文的前提是什么 因为老年人有智慧 因为有智慧的缘故 他有很多很多的人生的智慧 很多的人生的经历 成了许多的挫败痛苦 那个当中历练出来的 因此这样的人 在白法人的面前 你要站起来 因为他们是有智慧 你要尊敬他 因为他有经历 人若进入老年 人若进入老年 比较的了解什么 比较了解生命的奥秘 讲白一点 就是说比较了解人生的意义 人生的价值 这个意义跟价值 都是在年老的时候 才体验出来 因为在回想自己的生命的历程当中 所遭遇到的成败融入 利弊得失 常常检讨反省 会变成越来越有智慧 从这样不断地反省的当中 特别人在苦难的当中 或者在经历的死亡 痛苦当中 我们说这种的心灵 比较靠近上帝 比较贴近我们的神 人在患难的时候 人在痛苦的时候 我们的心灵 比较贴近我们的神 所以有一句话说 人类若没有苦难 就没有哲学 哲学是追求什么 哲学是追求智慧的 人若不死的话 就没有宗教 感谢主 因为人有苦难 人会死 所以因此人有智慧 有信仰 新约圣经中 我们可以从 约翰福音书第十九章三十节 耶稣在十字架上 说的最后的那一句话 耶稣在十字架上 说了七句话 最后说了一句话 说什么 和尔本圣经翻译成成了 台语的圣经 把它翻译成 苏明白了 这些事情 那主要说 已经明表了 他说了成了 这一句话之后 他气就断了 耶稣一生的使命 上帝所交托他的使命 他已经圆满达成了 神给在他身上的旨意 他已经成了 你的基因 得吃了 很多有知识 有智慧的 有理想 有目标 有使命的人 使命感人 他们所怕的是 在他生命结束之前 要面对一堆的破碎 很多人很怕面对 自己破碎的生命 我相信 我们基督徒一生都是走在 上帝的旨意当中 但是人还是软弱 人还是有原罪 因为许多的过犯 在这个 在这个走永生的道路当中 我们还是有些破碎 没有办法很完整 很多时候做神所喜悦的 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去做神 偏偏我们去做 我们知道这是神不喜悦的事情 但是我们因为人的缘故 保罗先生说苦啊 我愿意的那个善 我却做不出来 我不愿意的恶 我偏偏去做了 所以苦啊 连保罗这么属灵的人 他也感叹 因此我们的生命 我们仔细地回顾 每个人的生命 不管是年轻的生命 或年老的生命 再一路走过来的时候 我们都是跌跌撞撞的 在一生的这个生命 很多的破碎 感谢主我们的神 我们的主耶稣 祂有无限的恩典 有无限的怜悯 慈悲 也借着我们的祷告 我们再一次在主的面前 悔改 悔改认罪的 借着主耶稣的爱 就把这破碎的生命 可以连结起来 整合起来 整合起来 以诺与神同 我们说圣经 找创世记第五章记载了 当时的列祖 人类从亚当下来 他们的寿命都很长 都是八九百岁 直到传到以诺第八代 以诺的时候 这里写到以诺记载 以诺六十五岁 就生了马土沙拉 以后 与神同行三百年 在这三百年 三百年的当中 还是怎么样 生儿养女 到了三百年 与神同行 与神同行 上帝干了怎么样 就把他截去了 他的截局 跟一般的列祖不一样 不是就死了 与神同行三百年 就被上帝截去了 截去 以诺是没有经历死亡的 我们想说 他为什么没有经历死亡 因为他与神同行 与神同行 可见这三百年当中 他都是做神所喜悦的事 当他三百六十五岁的时候 被神揭去 没有经历死亡 可见以诺 他真的是过圣洁的生活 我们下个礼拜看桌报 我们的郑牧师他讲题是 圣洁的生活 要过圣洁的生活 何其难 恳求主怜悯我们 常常靠主刚强 在我幕会的二十六年当中 印象最深刻的 算是在云林的那间很小的教会 在传道士的期间 其中有一个长老 叫许长老 他也是国民学校的校长 许平常长老 他的教会 担当了很多很重要的职务 在中卫也是 担当中卫 什么的 参与很多 非常的活耀 在嘉义中卫是相当活活耀的许长老 很不幸的 他六十三岁的时候得了胃癌 虽然经过台湾的民医 但是还是没有办法来 在他临终前的那一年 临终前的那一年 他知道他在地上的日子并不多了 他唯一回顾他一生的当中 觉得我就这样子来面对上帝吗 他心里觉得一生当中唯一的遗憾 就是当他们许佳在分财产的当中 分财产的当中 因为他们那时候宗族非常大 他是唯一学识比较高的 社会历练比较多的 大家也认为说他来做这个主张最好 会公正又公平 结果他就这样分 他们许佳的那些宗族的财产 结果分来分去 到最后还是有一个他的堂哥 他觉得这样子 他分到的他觉得很不满 因为这样的缘故 所以从那时候开始分家产的那一天开始 就看到他呢 就从来就不打招呼了 打不招 就是在教会 同样在一个教会里面 在那边做礼拜 但是每个组织看到他就是这样 哭 他想要跟他接近 但是对方就不愿意 一直当他临终的时候 他临终前的那一年 他说我一生唯一的遗憾 就是跟我这个堂哥 因为分财产这样子 闹得很不愉快 他无论如何 他要他儿子推他 推着那个推车 坐轮椅 去到他的家 去跟他说 跟他谈歌说 在二十几年前 为了分家产的事情 一直到现在你都很不愉快 我跟他抱歉 请他赦免 请他赦免 我想这样的 这样有这样的担待 有这样的作为 值得我们 这次我们的公管教会 也是一样 在我幕会的最后一间教会 公管教会也是 有一个长老也是这样子 因为很小的问题 就是因为这样闹得很不愉快 当他得到肝癌的末期 最后 我就带着 带着他的 他认为 那个人跟他不好的那个 我就说 他愿意来看你 你愿不愿意见他 他说愿意 在那当中 我们做了一个很和睦的工作 这个和睦的工作 做了一个礼拜以后 就安息了 我想在我们的教会当中 在我们一生的生命的当中 真的 我们要跟某某人 如果有 有失了什么和气 在主的面前 一定要一意的对付 让不要爆汗 到面见我们这位神的时候 我们了无遗憾 我想到那时候 我们就真的可以在主的面前说 那美好的仗 我已经打过了 那当跑的路 我也跑进了 当守的道 我也守住了 从今以后 有公民的冠冕 为我留存 第二个任务 我看到年老的第一个任务 随时准备好 要迎见我们的神 阿摩斯书第四章第十二节 说的 我们当 我们当什么 当预备 迎见我们的上帝 根据圣经 我们读的 这个西伯来书第十一章 十三节到十六节 这里所说的 我想这些 很多在告别里面的场合 很多牧师也愿意 很喜欢引用这个 就是那更美的家乡 我们 每一个人 都要最后 要面对 要去迎接 那个更美的家乡 我们在地上 不过是客旅 不过是寄居的 我们 这些蒙恩的 这些子女们 上帝所拣选的儿女 我们最后的指望 是在那天 我们常常要有这样的心理的预备 不晓得我们预备好了没有 昨天我去杨梅教会 主理一个长老娘的告别礼拜 没有一次像昨天下午的那一场 几乎全场的人都在哭 这一位长老娘 一生在教会里面 她的服侍 她的待人 留下许多美好的见证 让教会的弟兄姐妹 非常的舍不得 特别是她的家人 她今年只有六十岁 在无预警的下面 突然的脑溢血 经过了抢救十一个钟头 安然的离开 所以我想我们真的每一个人 不管我们年纪多大 现在意外的事件也非常多 可能就是我们常常记住 耶稣教导我们的祷告文 不叫我们遇见凶恶 不叫我们遇见试探 不叫我们遇见试探 根据德国的学者Galini 他说如果随时有预备心的 这种的老人 在实地的生活当中 所发生的任何事物 或者是所拥有的这些财物 对一个有预备心 来迎见神的人来说 这些事情都变成 不是就失去他的急迫性 失去他的必要性 很多感觉很重要的事情 到了你已经了悟了 人生的时候 我想你就变得 没有那样的重要了 以前觉得没有那么重要的事物 到年老时候觉得 这像教会的事奉 教会的这些事工 宣教的事工 到年纪越大 你越面见上帝的时候 越接近永恒的时候 你觉得这些事情 是越来越重要了 意思是说 我们常常要用永恒的角度 来看这些事上的事物 这种的老人 这种人年老的时候 心胸一定是非常的开朗 一定是非常有度量 他的面容也非常的慈祥 对金钱财务是越来越慷慨 越乐意的来亲近人群 走入人群 成为家庭社会的祝福 圣经中的老人 除了今天我们所引用的 约束亚第十四章六到十五节 加勒 加勒事迹 他八十五岁 给我们学习到老人的心智 虽然人老 但是心不老 因为他年轻的时代 就敬畏越而华神 倚靠这位神 他也经历了出埃及 在旷野的生活 一直进入到加南地 根据上帝的应许 西伯仁的地是上帝借着摩西赏赐给他们的 虽然经过了四十五年 他没有忘记 约束亚也为他祝福 但是那个地 虽然口头上是祝福了 但是还是实际上 那个西伯伦地 还是有三个王 有三个部落 其中最大的一个部落是亚纳族 亚纳族是非常彪悍的 他有坚固的城堡 要得到那个地是需要征战的 加勒就凭着 那是上帝的应许 这一位这个信心始终到老都没有忘记的 这个信心满满的老人家 仍然靠主得胜了 加勒得胜的秘诀是因为他专心的跟从耶和华 另外在这个圣经当中 有四位老人可以值得我们作文的典范 就是路加福音 一开始的根据路加福音书 老人容易感受到上帝在人身上的作为 特别可以认出耶稣基督他的奥秘 进一步成为耶稣基督第一个见证人 前面两个老人是撒加利亚跟伊莎勃 这一对老夫妻 第二位路加福音的第一章二十五节到三十九节 另外两个老人来结束耶稣童年 就是西缅跟安娜 圣经记载 安娜当时年纪已经八十四岁了 路加透过这两个老人 凸显出这个智慧的一个形象 这正是对老人一个正面的评价 符合旧约 这个圣经对老人的赞美 约伯纪十二章十二节 年老的有智慧 岁数多的有见识 天主教的圣经的翻译 他说年老的有智慧 上帝不但有智慧又有能力 年岁多的有见识 上帝不但有见识 又有实行的能力 这个天主教圣经跟我们的 我们一般 我们这个基督教圣经 这一节翻译 他多了 多了这个 上帝不但有智慧又有能力 我们的和尔本的圣经说 年老的有智慧 只写到这里 但是天主教圣经说 上帝不但有智慧又有能力 智慧是好 但是如果没有能力的话 没有这个power 没有这个全能的话 耶稣有智慧 但是他有能力 耶稣叫一个死去的人 他可以复活 所以智慧跟能力 很多时候 当然智慧本身是有那个 但是在某个方面来说 这个智慧 只有纯粹的有智慧 有知识 如果没有能力 又没有执行的能力 我想这些呢 还是美中的不足 所以感谢主 我们的神 我们只要坚信地倚靠他 跟从他 相信神会在我们一生的当中 来彰显许多许多 奇妙的作为出来 在实地生活方面 我列举如何来面对这个年老 第一个 要接受我们自己的限度 到了某一个年纪的时候 我们要知道 我们的年纪到了 到了这个阶段 要接受 接受我们的限度 特别是体力 体力方面 器官的老化退化 所以因此我们不要过度的运动 要过好的灵修生活 常常敬钱 加上知足的心 就是大力了 第二 要学习 面对孤独 要有独处的能力 要学习安静 老年人很刮躁 始终喋喋不休 反而惹人厌 这学生要学习独处 外国人常常说 说的一句话 Let me alone 我需要单独 Let me alone 人生的四大关卡 和四大的过程 四大关卡 生老病死 刚才说到了 大县一到的时候 面临审判的主的时候 面临审判的主 圣经启示录那边 都写得非常清楚 有一天我们都要面临审判 不管你活到多老 都要面临审判 审判的是什么 是face to face 是面对面的 而且是one by one 一个一个 审判不可能是集体的 一定是一个一个 是one by one face to face 没有办法 盖瓜承受 我们说审判的时候 你们这中立教会的 这些会友全部来 没有 还是one by one face to face 第三 我们要学习什么 要学习放手 学习放手 老人家一定要放手 到年老的时候 一定必须要放手的事情 一定是越来越多了 这个过程是痛苦的 也很无奈的 但是我们必须要面对 面对 这一期的普攻英 三月号的普攻英里面 有一篇文章 值得我们去看 一篇很短的文章 叫放手的祝福 希望有空的话 大家回去 普攻英 值得我们看一看 老人要放下什么 第一个 要放下你很多很多的财产 有些老人家放不下 认为说我要为我的子孙 守住这个财产 他们才会 我才会加一点 加多一点遗产给他们 意思就是说 我活的时候 我不愿意把这些 这么多的财产 来交给你们 你们要接受的 只能接受遗产 但是有人主张 要给子孙的东西 应该用温暖的手 不要用冷冰冰的手 现在的老人 都很长寿 平均 我们现在说台北市 现在的老人 平均 男的 可以到82岁 女的到86岁 这是台北市 整个台湾 平均的话 男的是76岁 女的是82岁 可能到我们在座的这个年代 我想我们的平均寿命 可能到90几了 很可能 除去那些自杀的意外 车祸 那些除外的话 我想我们的平均寿命 会更高 更高 正常的话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在这边奉劝各位 不要到你 100岁的 90岁 90几岁 那时候才把你的财产 遗产 不是 你的那个财务 来给你的下一代 因为你的儿女 已经几岁了 七八十 十岁了 你已经八九十 你已经九十一百的话 你的儿子们 你的女儿们 已经七八十 十岁了 如果这么老的时候 才得到你的这个遗产 对他来说也没有意义 都没有意义 我说如果这样的人 得到这个意义 不如捐献给神学院 把这些多余的 这对他一生来说 已经是多余 实在是没有 没有什么意义 所以有一句话说 不要活在天堂 钱在银行 感谢主 我想我们基督徒 对财务的事情 应该是放得很开的 我们很乐意去 周记这些穷人 还要放下人情世故 要加强我们的信仰的传承 放下男女的私欲 操练过清心寡欲的生活 放下权力 专心胜功 带领人来归主 有一个日本的艺人 当他五十岁的时候 他就已经了悟 这个人生了 然后他就把 他的珠宝 意义的就变卖 该送人的就送 死送人 他就放下了 放下很多 财产本来住豪宅的 他也把豪宅把它卖掉 我们住一个很窝心的 很温暖的小窝 他把多余的钱 多余的放下 他的先生就看一下说 不要最后 你也把我给放下 我说懂得放下的 懂得放下的 也只有真正的放手放下 才证明你真正的活过 一个基督徒如果到老了 还是那样的 坚守很多很多的 过去的价值观 我想这些人到神的 审判台前的时候 你真的 有很多很多 上帝认为说 你该做的很多事 你都没有做 我给你健康 你把健康用到哪里去 我给你那么多金钱 你把这些金钱用到哪里去 到时候我们就无言以对了 愿主赐福 能够在今天早上 能够接着圣经的话 也接着我们许多的 生活的经历 能够让我们 面对我们年老的时候 我们可以坦然 无惧 安然的来度过这个晚年 同心的祷告 感谢爱我们天上的父神 我们感谢你 我们今天回到 很有历史的这个教会 也在这个教会当中 造就了许许多多神 你重用的这些童工 愿主继续地来施恩 让中立教会 能够在中立这个大社区当中 继续地为主发光发热 也激励我们在座的每一位 不管年轻的或年老的 一同在主的面前 得蒙你的恩惠 常常靠主得胜 让我们的年老的生活 更加的精彩 更加的丰盛 祷告感谢 靠耶稣基督圣明 阿们